到年底了 然后来给姐妹们做一个年度总结 总结什么呢 第一弹就是我们的套装 就大套装的一个梳理总结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继续一下看咯 我们有价格从低到高 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今年的套装 然后第一个呢 那就是三岁的一代了 套甲胶的话 大家应该会看到我经常用 它是60色第一色 然后它这一套的话是300左右 300左右可能会更低 优点的话那就是价格便宜 随便照 缺点的话 就是很多姐妹也会反应 就是说它有一些颜色的话 它的确是有一些杂质 我觉得如果说你运算低的话 三岁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是一代的话 但是我建议的话 大家考虑三代 因为三代的质感会更好一点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套胶 第一套三岁的这一套 60色的价格在300左右的这一套胶 这个的话是三岁一代的色版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就是三岁三代 我是如果说你要在三岁里面选的话 我肯定是更推荐它的这个三代 因为三代的质感更好 它是58个颜色 也是价格的话也是300出头 它可能有一个缺点 它可能有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说它这个 就是你放在这 但是优点大家应该也知道 一方面价格便宜 一方面很可爱 它这个瓶子很可爱 然后这个蝴蝶结 它的质感比第一代要好很多 所以说如果说你正在选择 性价比很高的套胶 然后说自己的预算又不是特别高的话 那三岁三代的话 其实是我首推的 就是第一个推荐的这一套胶 这个的话呢 是三岁三代的色版 它这个色版的话设计的比较可爱 上面有个蝴蝶结 第三套的话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冰淇淋是我的最爱 它的颜值 就是今年的颜值最佳奖 我是搬给冰淇淋 一套胶的话 它是58个颜色 价格的话500左右 然后颜值大个大 收纳小人手 这一下直接就放在这就OK了 然后它的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它这个刷头有点大 它这个头稍微有点大 有些新手的话 可能你拿着没有那么舒服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说 我用下来 我觉得它的那个缺点 还有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它的刷头 就是冰淇淋里面 那个刷头的话稍微有点硬 就是但是算三遍的话 饱和度完全够的 所以说冰淇淋这一套的 能颜值及正义 如果说看中它的颜值 放心买好不好 然后至于说 它的那些小缺点的话 原谅它 然后这一套的话 是500出头的样子 500左右 它也是一瓶一色 我基本上我有些时候 它因为它比较偶面 我有些时候要找一些颜色 我直接就看着它上面的 这个冰淇淋小托托去找颜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色版 它的色版的话 是做的比较大 然后色版也是很精致的 这个是我们冰淇淋的色版 四套的话 就是我们的幻彩泡泡 幻彩泡泡泡的这一套的颜色的话 它更多一点点 然后它是80色 然后价格的话是700多的样子 我叫是750多还是多少 然后它的瓶子很好看 幻彩泡泡 就是它这个名字就是它这个设计 幻彩的这种泡泡窗的 然后它家的胶质非常不错 就是80色的 我觉得胶质是非常不错的 平身设计很可爱 然后80色套装中 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的 你看它摆出来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也是一瓶一色 它上面都有一个小爱心在上面 它的色版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色版几乎是没有废色的 而且我觉得很治愈这个色版 说实话我买的胶 基本上色版都是这种感觉的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 就是按照颜色排下来 然后强迫症的福音 贵的一套胶就是这一套了 这一套的价格的话 是2700多 是咱们MR的这种高频的这种 诶 评装胶 它的设计的话 就是这有一个颜色的这种卡扣 然后基本上你找颜色的时候也很方便 然后每一个都有它的名字 这一套的话 颜色的话 是一共158个颜色 它就是直系系列 它走的是稍微要高端一点的路线 就是它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的颜色也是 我今年套胶里面颜色最多的一套 它一共的话是158个颜色 同样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色版是设计的非常精致的 真的是非常精致的 如果说你是没假点 你走高端路线 我觉得拿这样一套胶出来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套胶的话 基本上从200多300多 因为一代的话 可能现在就200多左右吧 我好久没有关注了 一代的话200多 然后三代300多 然后我们的冰淇淋500多 然后万彩泡泡的话是700多 不同的价格 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你的预算 通过你的预算再去看一下自己 就是在这个预算下面去选择 相对应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可以了 那今年的盘点就这么多了 然后大家拜拜